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 不管选A还是选B 好像都是顺了孤情而为了扫意 在这边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给你一张免费的入场券 这个入场券是让你去参加一个业界的大会 这个业界的大会是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很想去 因为可以在这个大会里面去宣传自己的重要的计划 或者是认识一些重要的人脉 但是有一个跟你感情很好的同事 他在此之前也告诉过你 他也很想参加这个业界的活动去建立一些人脉 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做呢 你该把票留着自己用还是要送给同事 当你把票留着自己用 对于你自己的计划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当你选择把票让给同事 可以帮到同事 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这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张庭 他曾经跟哈佛大学的同仁 做过一系列的实验 他发现只需要小小的去调整自己思维当中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能够帮助人们去解决这个两难的困境 我们通常内在认知运作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提问通常会是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把票留给自己 还是我应该把票让给同事 但是呢张庭的研究告诉我们 不要问我应该做什么 把这个问句改成我可以做什么 张庭就发现了 当我们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难题它会变简单 因为当我们问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被强迫被命令 会产生很多的内在的防卫跟抗拒 但是当我们的内在语言是 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主观感受上会是有自主权的 我们会觉得自己有选择 我们于是搭着这样的感受 才能够去创造真正具体的选项 比如说回到刚刚前面的例子 当你怀着罪恶感想 我应该把票给同事吗 这时候改成我可以再要一张票吗 或者是用这个我可以做什么的思维 你会发现除了再去要一张票之外 有没有可能这张票可以给两个人使用呢 因为假设它是一个一整天的大会 你不可能一整天都待在会场 可不可以同样一张票 你去早上的场次 而你的同事去下午的场次呢 你会发现当你的思维 从应该变成可以的时候 你就从一种被勉强 被强迫 被规定 走向一个我现在能做什么 我现在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可能性 于是你的弹性 选择跟自由度 就会这么出来 其实我常常说 人生最大的自由在于有所选择 然而我们要怎么样扩展出自己的选项 往往是在于我们会不会去问问题 不管是问别人问题 还是问自己问题 所以谈到这边 其实只有你学会怎么问 你才会看见人生的可能性 会困住你的不是客观的状况 而是你的思维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学习 关于怎么样在人际之间有效的问句 透过问去卸除别人的防卫 去有效的化解冲突跟差异 达成共识 那么我在3月22号开课的 学问高难度对话的万无问切 这一门课会对你很有帮助 在你听到这一段内容的同时 我们的报名已经在倒数了 所以期盼你能够把握机会 开育很期待 在3月22号的教室里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不怀理想 努力付出 卖力投入 害怕 也勇敢面对 辛苦 也乐此不疲 但投入的心血 却常得到不被理解的批评 总因不会说话而疲于奔命 即便想更加努力证明 心里却也渐渐怀疑 努力 是否真的有用 原先对工作的付出 此期待 为何现在 让我好困惑 我还有没有一丝希望 能再被自己感动 其实 你可以保留你的与众不同 你也不需要变得多会说话 我是心理学家 邱凯宇 在我多年的教学经验里 发现人际沟通的关键 往往决定在开口说话前 你只需要在生活职场中 改变一点关键细节 即使不开口 也能让你得到他人的喜欢 希望你加入我们 透过这堂课 让沟通成为你实现理想的助力 让你不只知道 而且真正做到 这堂读